与你分享新的历史故事 带你领会不一样的观察角度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小狼 电视剧中的大内高手那么厉害 现实中的他们又是怎么样的呢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轻功高到能够轻松夺子弹 霍元甲都曾是手下败将 今天就让我来向大家介绍真正的十位大内高手 第十位吴德鑫 山东人 听说他人高马大的非常适合练舞 还有一颗狭义之心 后来在参加道光年间的考试中 他大放光彩 看得道光帝心花木放 直接给他定为吴壮院册封为一等侍卫 第九位吴壮院史天祥 邯郸县人 出生于1829年 史天祥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中 虽然家里的条件不好 但是从小父亲就被他充满了期望 希望他以后能够高中壮院光宗耀祖 史天祥的父亲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愿望呢 原来史天祥的家族曾经也是非常显赫的武学世家 史天祥本人对于练舞这件事也非常感兴趣 所以他的武艺进步神速 很快地就在当地出了名 在同志元年1862年8月的武考之中 他果然一路过关斩将 一举拿下了武状元的称号 还被同志皇帝亲自授予了一等侍卫的称号 一等侍卫是当时的正三品职位 负责保护皇帝和宫廷的安全 第八位含金甲 其实含金甲虽然曾经是武状元 但是关于他的记载却是寥寥无几 不过有一件事情却让人对他影响颇深 说起含金甲不知道该说他倒霉还是幸运 因为在他应试的前一年 刚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考场舞弊案件 一个没读过几天书的戏子 竟然在比试之中获得了一个第七名的好成绩 此等荒唐之事让当时的咸丰帝勃然大怒 上到一品高官下到无名小力 参与当时舞弊事件的人全都被实施了死刑 所以含金甲参与考试的时候 可以说是清朝最严格的一次科举 要是说之前的考试有可能作假的话 但是含金甲的这场考试确实可以拍住胸脯保证真实公平公正的 虽然考试很严格 但是含金甲自身实力过硬 在考试之时表现非常出彩 尤其是其射镜连续16次射中靶心 看得所有人拍手较好 他也理所应当地成为了当时的舞状元 第七位吴德鑫 何则是东鸣县人 根据记载所说 他长得非常高大魁梧 性格也非常符合练舞之人的豪爽不拘小节 并且他还有一种狭义之气 仅仅看他的外表就能够看出这个人必定不平凡 后来在清道光年间参加的舞事上 他果然舞异超群 尤其是在其射这方面更是出彩 皇帝看了之后非常欣赏 将他定为了舞状元封为了一等侍卫 第六位多拉尔海兰茶 满洲香皇其人 比起前三位海兰茶可要有名得多 是乾隆时期有名的将领 说起来海兰茶的人生经历 可以说非常传奇 他打仗十分勇猛 几乎每次战役都能立功 尤其是在征讨准嘎尔布战役的时候 甚至活捉了他们的首领立下了一个大功 先是以记名副都统的身份前往缅甸作战 回来后就坐实了这个蒙古副都统的身份 后来又在征讨大小金川的战役中 晋升为一等超永侯 这可是超一品的大官 接下来又在数年内为乾隆皇帝征战沙场 为乾隆的统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五位王府城 山西大同仁 王府城说起来也是一个人才 在他的人生轨迹之中一共有多次叛变 但是不管他叛变多少次都能够得到重用 这就是他的能力所在了 王府城的出身不高 只是一个官宦世家仆人之子 但是他却不甘心当一个仆人 于是跟住自己的姐夫参加了农民军 顺制皇帝一直都很欣赏王府城的勇猛 但是因为摄政王的原因一直都没有动作 后来摄政王去世 顺制皇帝就将他提升为了一等侍卫 第四位丁殿祥 青州回族人 他的身世可不一般 出生于将帅世家 他的祖父更是明朝时期的开国功臣 也许世家风如此 丁殿祥从小就开始习武 为了练功有更多的时间来练武 甚至穿着衣服睡在木凳上 于是他的武艺越发高强 历史记载中他甚至能够飞檐走壁 在双眼镜式的情况下射箭还能够百发百中 而且丁殿祥不仅武功好 兵书谋略也是不凡 熟读并精通各种兵法战术 所以后来在清朝嘉庆19年的时候 成为武状怨也就不令人惊讶了 第三位张三甲 这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在记载中他出生在一个崇尚武功的家族中 虽然家中并不富有 但是对于武术的热情却丝毫不减 不过天底下学习武功的人那么多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出人头地 刚开始就连他的家人想的都是 学会了武功以后最起码不会饿死 但是没想到小小年纪的张三甲 却展现出了不一样的天赋 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身形魁梧 像一个标形大汉一样 他的父亲见此不忍心自己儿子的天赋被埋没 于是将他送报了武林高手杨国昌那里学习 有了高手指点再加上张三甲的刻苦练习 他的武艺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可惜好景不长 他的师父不久就去世了 之后他又拜了大内高手杜回春为师 终于学了一身好武艺 在庆光绪二十四年电视之后 成为了中国最后一名武状元 第二位公宝田 这也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 他自幼家境贫寒 所以很小就去米航当了学徒 在给人家送米的时候 被八卦游身连环掌始祖董海川的徒弟影符遇见了 他第一次见公宝田就觉得他一定是个好苗子 爱猜心切的董海川就把他从自己徒弟手中 抢了过来开始亲自教授 于是公宝田学习得更加卖力了 十年过后 他已经成为了当时有名的全师 因为他的轻功极好 身法精妙 就像猴子一样灵活 他因为这身精妙的武功还被招入了宫中 成为了光绪帝和慈禧的贴身保镖 因为护驾有功 还曾得到过皇帝亲自赏赐的皇马卦 但是公宝田并没有被眼前的富贵迷离眼 而是在看透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后 毅然决然地辞职回乡了 后来大名鼎鼎的凤隙军阀首领张作霖 听说他的本事后想聘用他当自己的保镖 但是见到人后 却发现公宝田长得十分矮小 怎么看也不像是以为武功高强的人 公宝田见他面有犹豫之色 于是让张作霖在二十步外对他开枪 张作霖本来不以为然 心想这小子想搞死我也不拦住 谁知三枪过后宫宝田敬毫发未损 于是他就成为了张作霖的贴身保镖 后来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 他就心灰意冷地再次返乡了 并在家乡创立了数十间拳设 致力于八卦拳的传播 直到1943年6月27日因病去世 第一位李锐东 清朝十大武林高手之一 还曾被慈禧亲口称赞为大内飞鹰 李锐东的家中虽然不说富可敌国 但也算是小有资产 从小李锐东就表达出了对武学的热情 经常与家中的全师混到一起 很快他的父亲就发现了自己儿子在习武上的天赋 于是就请了名师来教导他武术 大家都知道练武十分的辛苦 但是李锐东却从来没有喊过来 后来学有小诚之后 李锐东经常找人切磋武艺 认识了大刀王武 两个人一见如故互相传授了自己的绝技 但这时的他还远远达不到武功高强四个字 真正让他完成蜕变的是一位武功高手 王兰婷 这天王兰婷来到李锐东家中做客 喝到尽兴之时 两人当场翻身出去进行了三场切磋 没想到李锐东三场接败 李锐东对王兰婷佩服不已 想要跟随他学习功夫 于是王兰婷就带住他四处寻找名师 学习到了众多名家武学的精髓 最终成为了一代名家 了解更多历史相关小知识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